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纽约市卫生与心理卫生局局长 Dave A. Chokshi博士在外交官上发表文章 呼吁城市应在全球健康治理和安全中拥有正式角色 Chokshi指出 城市经常是公共健康威胁的中心 因此拥有宝贵的见解和经验 然而 城市很少被纳入多边机构或决策过程中 这样的变革将有助于缩小高层决策者 和负责实施公共健康政策的基层社区之间的差距 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健康危机 接下来 我们关注南非的电力危机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 因在即将到来的全国选举前 暂停了长期存在的滚动停电而面临批评 反对党和评论家怀疑这是政治干预 但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停电暂停是由于Scom的运营有所改善 包括增加维护和整体电力需求减少 尽管如此 对于Scom的过去记录和政治干预的担忧仍然存在 最后 我们来到苏丹的达尔夫尔地区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评论文章 人权观察组织最近指控快速支援部队RSF 及其盟友在西达尔夫尔州首府LG9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文章强调 非洲联盟必须承认持久和平需要问责制 并呼吁非洲领导人致力于通过苏丹 非洲或全球法律工具实现达尔夫尔的正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Foreign Policy在2020年初 李文亮在武汉吹哨后6周 全球城市纷纷封锁 成为疫情热点 从罗马到东京 旧金山和洛杉矶 COVID-19迅速席卷全球人口密集地区 到年底 美国城市如底特律 波士顿和西尔良的死亡率比其他地区高出20% 在纽约 近5万人死于疫情 平均寿命下降近5年 是当年全球最陡峭的降幅 疫情让公共卫生机构学到了许多 如医疗供应链的重要性 支持前线公共卫生工作者 社区参与 打击虚假信息 以及打破数据孤岛等 然而 面对新旧威胁 城市可能是最佳老师 因为他们是公共卫生威胁的前哨 城市的经验应驱动国家政策 并未应对农村地区提供参考 然而 城市在多边机构中几乎没有治理角色 城市的高密度和全球旅行的增加 使得传染病如SARS 猪流感和猴豆迅速传播 2022年 纽约市成为猴豆的全球中心 通过优先接种高风险人群 成功遏制病毒传播 Foreign Policy南非的滚动停电 暂停了两个月 本应是庆祝的时刻 却引发了关于如何增强执政党支持的辩论 反对派怀疑 政府可能在电力市场进行干预 以在选举前 增加对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的支持 国有电力公司 ASCOM自2007年以来 一直难以维持稳定供电 去年创纪录的停电 导致经济损失约900亿美元 失业人数超过86万 为了弥补电力缺口 ASCOM增加了昂贵的柴油发电 进一步恶化了其财务状况 尽管如此 ASCOM在3月宣布暂停停电 引发了混乱 反对派怀疑 这是为了选举而进行的短期修复 数据显示 ASCOM的柴油消耗 在今年前12周特别高 但在3月停电暂停后 急剧下降 分析师认为 ASCOM诚实 指出近期电力供应增加 需求减少 ASCOM重新启动了几个发电站 并加强了维护 导致非计划停电减少 尽管电网仍然脆弱 预计停电会再次发生 但未来会有所缓解 Aljazeera Opinion2004年5月6日 人权观察发布报告 指控苏丹政府及其盟友 詹卓威民兵对非洲的福尔 马萨利特和扎加瓦族群 进行系统性攻击 构成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 2024年5月9日 人权观察发布另一份报告 指控快速支援部队RSF和盟友 在西达尔富尔州的埃尔杰尼纳 再次实施种族灭绝 杀害数千人 导致数十万人沦为难民 RSF及其盟友仍能逍遥法外 因为非洲领导人多次措施 在该地区实现正义的机会 2004年 联合国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 2005年发布的报告 导致联合国安理会 将苏丹移交国际刑事法院ICC 2009年 ICC对时任苏丹总统奥马尔 巴西尔发出逮捕令 但非洲联盟拒绝配合 帮助巴西尔逃避国际正义 尽管非洲领导人 有权批评ICC的做法 但他们未能在苏丹冲突中展示这一点 错失了建立强大 独立和响应迅速的人权文化的机会 今天 非洲联盟必须认识到 可持续和平 需要问责和结束有罪不乏的现象 所有参与达尔富尔种族灭绝的人 都必须接受过度正义程序 和其他问责机制 这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 路透社 Breaking Views 科技巨头们 正大举投资人工智能 希望在未来获得巨额利润 同时享受高估值 然而 过去铁路和电信行业的狂热表明 资本密集型创新 虽然能改变世界 但可能让投资者失望 OpenAI在2023年2月的融资估值 达到了800亿美元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微软 亚马逊 Alphabet和Meta的市值 自2022年11月 CheckGPT发布以来 上涨了5万亿美元 为了争夺新市场 并防止竞争对手 颠覆现有业务 这些公司去年在资本支出上 花费了2000亿美元 其中约一半 用于技术基础设施 尽管如此 AI目前的收入 仍然微不足道 Sekuia估计 生成是AI每年带来的收入 约为30亿美元 这一数字 在一年前几乎为零 尽管未来的收益 预期很高 但AI的投资 可能需要高达7万亿美元 路透社 Breaking News 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党 在选举中的表现 可能不如预期 这对印度 未必是坏事 尽管商业领袖 希望莫迪的政党 大获全胜 以确保政策稳定 但市场波动 表明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印度人民党 失去部分席位 印度的增长可能会放缓 但也有潜在的好处 若莫迪被迫 与其他政党结盟 市场可能会下跌 但这可能会促使 更广泛的治理参与 尤其是在莫迪政党 不太受欢迎的 南部和东部地区 此外 减少强硬的 印度教民族主义言论 可能会让担心 宗教少数群体 和新闻自由的人 更愿意长期投资印度 外交事务 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 能否继续维持 拜登政府宣布 推迟向以色列国防军 提供一批重型炸弹 这是几十年来 美国对以色列 采取的最大约束措施 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战争的不满 此举也凸显了 美国内部 对以色列的党派分歧 民主党内许多人认为 政府对以色列的行为 过于纵容 而共和党则批评 拜登的决定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的 民粹主义政策 和神权联盟 进一步疏远了 美国民主党选民 尤其是年轻人 尽管美国传统上 对以色列的支持 是跨党派的 但近年来 这一鸿沟不断扩大 长远来看 这种紧张关系 可能会对两国的联盟性质 产生重要影响 外交社务报道 从2023年底 到2024年春季 欧洲各地的农民 纷纷涌向首都 表达对国家 和欧盟政策的不满 拖拉机在大道上行驶 抗议者封锁街道 造成混乱 抗议的核心是 欧盟委员会 2019年启动的 欧洲绿色协议 该协议包括 限制农药使用 禁止内燃机 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政策 这些措施 给农民带来了成本压力 许多农民还担心 更严格的 温室气体减排要求 会威胁他们的生计 这些抗议 不仅反映了农民的不满 还揭示了 欧洲农村地区 和城市之间 日益扩大的鸿沟 学者们广泛记录了 推动农村地区 与城市分离的经济因素 包括长期存在的 经济不平等 以及政策执行 不当导致的忽视和不尊重 全球化 重塑了人们工作的地理分布 城市吸引了 年轻人才和劳动力 导致农村社会的衰退 和老龄化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 就业机会少 生活成本危机 进一步加剧了 这些不平等 悉尼《尘封报》 意见专栏中 Kane Korns设想了一个超级 AFL选秀的场景 所有现有球员合同被撕毁 每个球员都参加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选秀 他分析了个俱乐部 如何从头开始组建名单 是选择经验丰富 但可能职业生涯短暂的老将 还是压保在年轻明星身上 Korns列出了 他心目中的前18名选秀球员 首选是Callingwood的 第三年球员Nick Dacos 他被认为是 AFL最有价值的球员 自2021年底加入以来 对Callingwood的影响力巨大 第二名是Polly Reed 他的速度 力量和竞争力 让人联想到传奇球员 其他入选球员包括 Sam Darcy Jason Holm Francis 和Sam Taylor等 他们的技能和潜力 使他们在这个虚拟选秀中 占据重要位置 Korns的分析展示了 AFL年轻球员的黄金时代 布鲁金斯学会 在一篇关于全球因素 如何影响通胀稳定的 新研究中指出 许多发达经济体在2021年前 经历了长期的低通胀时期 这部分归因于全球化和去工会化 带来的价格和工资压力 然而 新的趋势可能会给央行带来挑战 使通胀更加难以稳定 研究作者之一 Pierre Yorad 解释了过去40年 全球通胀下降的原因 包括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的扩展和去工会化 未来 去全球化 财政压力增加和长期实际利率的变化 可能会使央行更难维持低通胀 Yorad认为 未来的通胀可能会更像过去 央行将面临更多的政治经济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政府和央行需要加强对通胀目标的承诺 并通过透明和开放的对话 来增强公众对价格稳定的理解和支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